剛提到過在B組呢 一樣 現在戰績都是兩勝一敗 所以他們很需要這場比賽的勝利 那今天在稍早的比賽裡面呢 加拿大是以3比2擊敗了捷克隊 所以加拿大目前的成績是躍勝為3勝1敗 林子偉今天擔任第一棒的打擊 中華隊的棒次在這場比賽 變動看起來是比較明顯一點 應該也是前面的三場比賽 打擊比較悶一點點 比較慢一點點 雖然對加拿大可以逆轉回來 但這種慢的時間 如果太慢的話 那真的是前面失掉的分數是很難追 所以這種棒次的調整 在這場出現這麼一個變更 好像也不會有很大的意外 昨天打第一棒是李宗賢 嗯 林子偉在面對日本隊的那場比賽 六局呢 下半呢 那隻穿越一二壘方向的這個安打呢 其實是打得非常的扎實 不過當時呢 在二壘上面的森育兵呢 嘗試回奔也遭到觸殺 很可惜 回空 林子偉今天第一個打席呢 是遭到三陣 轉身 想要牽制的曹佑寧 這場的捕手沒有接到 所以免費的奉送呢 曹佑寧呢推進到了三壘了 這個防守啊真的很重要 這個巴拿馬的外野手 一個漏接 然後捕手呢 一個沒有辦法把球再接好 你看就會從 原來就是一直伊利安打 然後進到這個德本天 也就是說呢 這種機會只要來呢 真的一定要抓得到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機會 沒有錯 中華隊現在追平的那一分呢 現在就在 三壘上面了 就看看林子偉這一棒 現在還無人出局啊 偏外側偏高的壞球 林子偉這次也是在中華隊裡面呢 感覺比較受矚目的 因為他在六月份呢 被紅花隊給向中了 250萬美金的價錢呢 簽到了美國去 在新人聯盟裡面呢 那今年的也有出賽的一個經驗 所以其實 經過在美國呢 這樣走一圈回來 他應該是經驗是更加的豐富 八月底才歸隊呢 向中華隊報到 一好球兩壞球 這球揮擊 成了左邊的界外 所以現在球數呢 是兩好兩壞 今天這個現場 因為沒有韓國隊 所以說當然可以預期的 在禪室棒球場 其實觀眾兩邊的看起來還蠻空的 這個到了決賽呢 這個就 觀眾數呢 就會很明顯地會增加 韓國隊放在A組 所以A組那邊比較熱鬧一點 而且他們現在韓國隊呢 在今年的這戰績非常好 目前三戰全勝 哇 林志偉在中間方穿越了安打 這一分肯定是打回來了 中華隊呢現在在三局的下半靠 林志偉的安打呢 是 打回來的追平分 雙方2比2 這個就是真的是機會來了啊 就要抓得住啊 看這個林志偉選外側 其實外側他的一個廣角打法呢 應該是不是很大的難度啊 但是內側他的一個速度 技巧可以看得出來 這一球並不是一個好打的球 是 並不是一個好打的球 因為已經在偏低的這樣 偏內側又偏低的一個球位 所以輕鬆地把曹佑寧呢 給打了回來 對 這麼好的一個機會啊 連續兩個 還記得嗎 他那個安打的這種出現 是選中一個內側非常低的球 嗯 在外側調完之後呢 進入到內側偏低的這個球路 被這個林志偉給這個阻擊到了 對 這球又是送到在中間方向 哇 剛才中外野手呢 Serrano移動過來 把他給接殺 所以也結束了這個半局 中華隊 中華隊再度留下一個得點圈的殘壘 不過現在中華隊四局打完 中華隊是抓到了非常好的這個機會啊 這個利用對方的這種 在失誤上的出現 然後自己的安打的這種秘籍啊 能夠這個拿下分數 但我們反觀來看啊 這個巴拉瑪 這個過了這個二局以後呢 實際上機會他們也有 這個殘壘數呢也蠻高的 所以現在一分的領先是 絕對不是一個保險分數啊 確實啊 嗯 看看林志偉 中華隊的打序呢 回到了第一棒 今天林志偉呢首度擔任第一棒 今天他三個打出有一支安打 而且三局的那支安打呢 是帶有一分打點的 捕手迪爾斯剛才跟他們的教練團 溝通一下暗號 偏內側偏低 嗯 郭子門對林志偉的這種打擊的這種狀態呢 這有點了解啊 所以他投的這兩個球呢 是非常非常的低 再下來也不能一直往這個 內側這個擠壓 我們看他可能會調向一個方式 若子門 - 加油- 加油 古子凡今天在第三局接手之后 到目前已经被打三只安打,没有失分 林子伟这球打了在野脸的方向 如果他球控制得住 那跟林子偉的这种 这种投打这种对决呢 那就要看林子偉的这种临场的应变 因为这个投球状态 他可能还不是很熟悉 先可能先棺材一下子 林子偉第三局的时候 是集出了有打点的二连安打 然后呢另外三次呢 一次被三振一次 这个滚地球一次呢 是飞球被出局 然后我们看到现在 巴拿马推出了左头 就是要来压制左打的林子偉 我相信电视机前面 为中华小将加油的观众朋友 大家现在都是心情上面 捏了一把冷汗 一出局满壘 第一个球是个偏低的坏球 当然也不排除了 他控球找不到好球带 那这样中华都不用打安打 都可以回来致胜分 当然这个林子偉的 经验来看 他会先观察 这次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球如果不能进入 控制不住的话 我觉得从低球来看 应该还不至于 看捕手的暗号 Yes 林子偉退出了打击区 Mendez 两个坏球 对 这个一开始就是两个变化球 要抢好球没抢到 我们刚刚讲最不理想的状态 就是控球控不住 事实上他有刻意在闪躲 这种意图很明显 一直怕被打 但是现在没什么好退路 毕竟是18岁以下的高中生 所以这时候上来肯定是非常紧张 对 这球是好球 主胜 美国籍的 Kondo 举了右手 现在一个好球 两个坏球 明子偉是上届呢 在加拿大雷湾市所举行的世界青棒赛 第24届的最有价值的球员 也是打击王 中华队能够在决赛击败澳洲 而且拿到冠军的功臣 这球我们看到 打到在中华阳的方向 接到了 在磊包上面的 跑者的杨家伟 回来得到了制胜分 就中华队靠着这个 在级人的高飞 牺牲打呢 回来的制胜分 连续两天中华队 就是在九局下半 得到制胜分而获得胜利